你在油管上面看视频 是不是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 超级夸张的封面和标题 通常我们把它叫做标题档封面档 因为它们跟视频的真实内容相去甚远 我们点击进去就受评上当 浪费时间了 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绕过这个坑 有的老胡今天就给你介绍 这么一个工具 是浏览器的插件 好 我们看这个工具叫做油管点击诱饵清除器 怎么翻译不重要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到置顶留言当中 大家感兴趣就去下载安装 它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没有安装清除器的话 大家看见的封面是这样子 然后你一启动过滤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它的原理非常简单 就从视频的某一些部位 取那么一针出来作为这个视频的临时的封面 这个插件有两个可以设置的地方 就是你从什么地方取针 可以从视频最开始中间或者是结束 应该是说在某一个区间范围里头 随机的取那么一针 靠前 靠结尾 靠中间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于这个标题也是这样子的 老外的英文的标题 它很多人会把它全部用大写字母 标准的做法是不应该全部用大写字母来做标题 因为在这个英文的这个世界里头 所有的大写字母的话表达一个愤怒的情绪 但是依然有人用这种方法 雷 这个吸引别人的眼球 那么中文里头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因为我们没有大写字 小写这么一说 但是我们有一个性质相同的东西 是什么 就是标题里面堆砌的全是关键字 我相信你一定看过这种标题 对不对 关键字 然后分割符 关键字分割符 关键字分割符 这说的不是人话 我们讲标题是给人看的 不是给算法看的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好的标题党 但是中文就是没有这种工具 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清理 看更多的例子 你看这个是封面 然后启用以后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看最后这个例子 这个封面你看很显然是经过处理的 非常饱和高亮的颜色 你看看真正进了这个视频以后 它就是这个样子 也许你就不爱看这期节目了 对不对 所以当你使用这个工具 有一定经验的时候 它的确能给你就是过滤掉一些噪音 也许就是你不会在一些 这个没有意思的视频上过多的停留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正式使用状态下 是什么样的状态 你看现在是油管的首页 如果我来启用这个插件的话 我点击它 点击它 我在没有启用的状态下 这个标题它也是讲不改变 封面也讲不改变 所谓讲不改变就是油管给我什么 我就用什么 那这个封面的标题 我可以讲从视频的开始取一帧 注意看 我点击从开始 你看所有的封面图全都刷新了 这个封面图你看 这个就是 这个工具 从这个视频里的开始的部分 选了一帧 这个就不是油管选择的 也不是这个博主精心定制的一个封面 那你可以讲 这个开头是这个样子的 我最起码大概只知道 这个主播是什么样的人 紧接着看 我可以选择中间来取一针 中间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结尾 结尾又换了另外一个人 那这个是从头讲到尾都是个人 看老胡这样的怼着这个镜头 他不喜欢 他喜欢用的素材丰富多彩的 那么你马上就知道 这个节目我就不爱看 我就不用点击进去 那标题呢 我们刚才讲的英文的世界里头 他可以就是把它全部变成小写 你看全部把它变成小写了 就是你想通过大小写了 影响我的情绪 我给你清除掉 第二个就是可以把 这个作为句子的大写 就是第一个字母 你看大写 也可以呢 就是每一个字大写 比如说D 这个W 你看M 它在大写 是这样一个个式化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下面这个标题 这个工具没有太多用处 那长期来讲 你老是这样的使用的话 你可能会漏掉一些优质的视频 或者是讲 你从这个头像里头 你不知道它讲的是什么东西 对吧 如果关闭它的话 关闭它这个功能 你看它有的时候 不灵的 如果不灵的情况下 你只要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就可以了 刷新页面 然后出来的全都是 你看定制好的封面 然后你再要去关闭它 你就在这边选择 它就会重新开始起作用 这样一个工具 老虎偶然会去使用它 就是想对照一下 一个视频有封面图 或者是没有封面图 或者是我在没有看见 它封面图的之前 我看了它的节目以后 我想象它的封面图 应该是做成什么样子的 然后再来打开 看看它做的封面图 是不是跟我想象的 差不太多 所以你用这个工具 可以过滤掉一些 非常明显夸张的 这样封面档 第二个可以让你 作为一个自媒体人 作为一个油管博主 训练你自己一个视频 应该做什么样的封面 会比较恰当或者是准确 这个练习就好像 你看了一个视频 非常之火爆 很多观看量 然后你想象 你来做这期视频的封面图 会做成什么样子 最后把谜底揭开 打开它的封面图 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然后仔细去思考一下 它这个封面图 对它这期视频的火爆 是一个决定因素 或者是一个重要因素 或者讲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它的封面图 其实也做得挺烂的 只不过它这个内容特别棒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的话 你慢慢自己就对封面的制作 或者设计有感觉 好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工具 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玩一玩 好 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 再见